黑人陈建州的黑料有多大 除了和妻子一起玩多热运动外 自己还男女通吃 然而这一切都比不上 他收集上来的512级不雅视频 这些内容大多都是陈建州的黑料 他不仅把内容储存下来观看 还到处分享丝毫不顾及自身的身份 陈建州作为偶像男艺人 出演多部经典电视剧 同样还是知名栏目的主持人 最令人熟知的就是 他和老婆范伟奇的爱情 两个人经常在外示爱 让人看了好不羡慕 只是这对明星夫妻的所作所为曝光以后 他们曾经在外的表现 让人看了直呼恶心 网友更看不到陈建州和范伟奇 画的花里胡哨 刷新大众的三观 最近几年很多一线明星都纷纷塌方 有巨隔逃税的 哪怕被罚天价罚款 依旧有人贪心不足继续逃税 当然还有嫖娼出轨的 但这些大众都司空见惯 唯有台湾的几个定流他方 让大众彻底无语 没想到这些明星 一个个明星光鲜亮丽 暗地里如此不堪 陈建州夫妇在近几年经常出现在综艺上 两个人手牵手十分恩爱 然而这些都是表面现象 直到王力宏和李静磊因为离婚互私 这才让网友吃瓜吃个饱 王力宏贵为天王 在大众眼里十分正面 没想到他经常婚内出轨不说 还和陈建州夫妇外加许若轩玩起多人运动 还拍下视频留着欣赏 王力宏成为强导众人推的对象 陈建州和范伟奇也好不到哪里去 自身的黑料一个个全部被爆出 尤其是多人运动的照片 虽然被打了马赛克 但是还是让人感觉十分辣眼睛 陈建州的丑闻是几人当中最多的 他除了大搞多人运动外 还和多位男星不清不楚 最经典的就是两对夫妻一起吃饭的时候 放着老婆的手不握 反而在背后偷偷摸摸地和王力宏卧在一起 一开始很多人都以为 是陈建州和王力宏的关系十分要好 但是随着陈建州的黑料被曝光以后 真是让观众无法直视 陈建州最早在节目上大搞节目效果 几乎每个来节目上的帅哥演员 都被他强势手稳 卢志祥 吴燕祖都是被占便宜的一员 陈建州竟然在大众面前玩得如此肆无忌惮 可以想想他在私下里玩得有多花 对于陈建州喜欢男人这种事 从他老婆范范无意间暴露得出的黑料 就能看出一切 两个人在回家的时候 陈建州突然失禁 他在车里冷静了半小时 最后还是没能忍住牺牲了两条裤子 那陈建州是因为什么原因才会如此呢 明明离家只有一步之遥 却连下车的勇气都没有 陈建州除了喜欢女人外 对女艺人也是频繁骚扰 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心态 除了合作的伙伴以外 就连好朋友的母亲都敢下手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骚扰S妈事件 一直在热搜上频繁出现 因为他和小S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两个人的住宅也非常相近 他没事就会去找小S玩耍 或许是因为关系十分熟悉的原因 小S对他也没有防备 陈建州也乐得把这个当第二个家 有时没事就来小S家洗澡 哪怕家在一旁 他也会跑到小S家来 本来这也没什么 直到小S不在家 妈妈亲自上门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卫生间有人在洗澡 若是陈建州能够老实地洗完走人 也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 他在别人家中半裸着穿浴袍出来 一看到S妈后 非但不感觉到羞愧 反而大手拉住衣袍往下一拉 竟赤裸地出现在S妈面前 S妈缅脸通红 赶紧让她穿上衣服 把她给赶了出去 并嘱咐小S让她以后不要再放陈建州进来 香港的一个女星也借机爆料 陈建州思想有问题 她们曾经一起合作过 只是没想到 等各自回到酒店的时候 陈建州竟上前询问累不累 想不想放松的话题 女星一开始并未多想 只是当陈建州在关心自己 随后回复一句就上楼休息 陈建州等到半夜的时候 直接敲响了女星的房门 等她打开刊门询问陈建州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对方直接硬闯进来 抱着她就想要亲吻 这让女星瞬间傻眼 好在她集中生智 用经纪人马上来的借口 摆脱了对方 只是这次事件给她带来很大的阴影 哪怕她想曝光 因为没有太多证据 最后也会不了了之 直到这次陈建州塌方的时候 女星才大胆地说了出来 陈建州对于女星十分不尊重 哪怕是妻子也从不例外 范范在怀孕之后生下两个孩子 她瘦弱的身材 哪里会有足够的母乳去喂养儿子 陈建州作为父亲不但不想办法 反而跟两个儿子争抢食物 哪怕两个孩子吃不饱 她这个做父亲的也毫不理会 范范想到一个好办法 那就是刘若英也刚刚生产 她请对方帮忙要来了足够的食物 没想到陈建州丝毫不觉得脸红的 再次对奶下嘴 要知道 这次可不是她老婆的 而且她吃饱喝足了 两个孩子又怎么办呢 对于此事陈建州并不觉得是自己的过错 哪怕上节目的时候冲文被曝光出来 她也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妥 让小S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如今再回顾一下陈建州的多人运动就不足为奇了 她本来就是个追寻刺激的人 据知情人爆料 陈建州的硬盘拥有高达512G的不雅视频 她还会经常分享在群里 让大家和她一起观看 陈建州夫妇名声臭了 哪怕他们做出各种解释 大众却都不相信 毕竟从她的所作所为 就能看透一个人的本性 尤其是陈建州实在是刷新大众网友的三观 陈建州对于各种绯闻指控做出解释 然而她和妻子的种种行径 还有人会相信他们吗 她从来没有掩饰自己 即使参加节目也大胆自如 如今曝光后却开始害怕 还想通过法律维护自己 然而这种说辞自己相信吗 台语对这些艺人实在是太宽容了 尤其是在他们的私人道德方面 如果没有一些黑暗历史 似乎在台语界站不完脚跟 谁能想到这些在曝光之前 没有片刻不谦虚的明星 在背后却是如此的荒语无度 怪不得现在国内娱乐界对台语越来越不满 一个个在台装模作样 而实际上的道德品质却堪忧 不过我们也要认识到 这些指控需要通过合法途径 进行调查和证实 如果只是凭空一侧和不负责任的言论 不仅会伤害到被指控的人 也会损害社会的公正和稳定 总之 性骚扰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认真对待 我们应该支持被指控者的权利 让他们通过合法途径 证明自己的清白 同时我们也要警惕 不负责任的言论和情绪化的猜测 让社会更加公正和稳定 感谢观看